即是政府計劃提出改革法援制度 据了解,將會有三方面的改革 针對刑事案 建議法援申請人 由目前可以自選律師 改由處方指牌 民事案方面 建議大律師每年可接的案件 由最多20宗減至15宗 事務律師就由35宗減至30宗 涉及司法覆核的案件 大律師每年可接最多3宗 事務律師就是5宗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下星期二開會討論